我们来看这一篇的标题 它是写说美国2020的国防预算 那其中呢就特别点出 中共威胁这列为首要的项目 明杰哥那到底是哪一些方面 是属于他们可以对付 中共威胁的项目 对我们看2020美国的国防预算 除了高达将近23兆台币 去年是22兆多 今年成长4.9% 那除了这个钱增加 这将近是中国军费的5.47兆 将近快4倍之多 那当然除了这个军费增加之外 另外有一个特色就是说 他们不管是他们的国防部长 代理的国防部长也好 或参谋联席会议的这个股息 在他们的这个国会备询 或报告他们军费的时候 都直接已经不隐晦了 直接就讲说这些军费的增加 就是针对中国 那有哪些东西是未来可能会针对中国 我觉得他今年看有一个特点 就是说美军在评估 就是说未来可能这个美国进行反制作战 无论是工或防上面 有一个趋势就是说未来可能对中国的这个攻势 可能会由传统的这个航母战斗群 做第一波的这个限制的攻击 可能会退居到第二线 那可能会有所谓的这个飞弹 个型的这个精准 远距的精准弹药飞弹 或者无人机无人潜舰来做替代 那为什么有这样的发展 当然也是因为这个解放军第一个 他的海空走出第一岛链 那让美军感受到威胁 另外他各式的 这种比如说英级系列的 英级12、英级18的 各式的这种反舰 超音速的也好 吃音速也好 反舰的这个飞弹 对美军的海上舰队是造成威胁的 那甚至有射程 比如说1500公里 或者是东风21D 号称可以攻击这个美军的航母 或者是东风26可以打到关岛 所以再在显示就是说美军他们有感受到 这未来可能先不论 他的这个精准度 这个到什么样的程度 但是未来可能会面临到这样的威胁 所以他这个未来可能会发展 所谓大量的远距的这个精准飞弹 无论是从这个舰领上的 从空中的 从陆基的 那去取代传统的由航母 做第一线的打击 那一个最重要 刚刚这个画面上也提到 就是说这个川普已经宣布 可能在今年8月会退出所谓的 中程反导条约 就INF 那退出的好处对美国来讲 就是说 他本来过去500到5500公里 中间射程的 不管是陆基型的巡异飞弹也好 或者是中程的导弹也好 都是没有的 是一个空窗 那可能这个很快的会恢复 那其中一个外界关注的就是说 他陆基型的战斧巡异飞弹 可能会优先部署 那美军来讲 他说这个大概18个月的时间 就可以恢复这样陆基型的部署 美军现在的战斧巡异飞弹 都是基本上都是舰射型或潜射型 从神盾舰或二海外级的这个潜舰去发射 但是陆基型的他目前没有 不过他在1987年 这个中程反导条约废除之前 他事实上在德国 事实上那时候已经有 部署过一批这个 BGM-109机型的 这个陆基型的战斧飞弹 那射程可以1500公里以上 所以未来这个优先部署 那几年之后 他会恢复 所以过去早年 他有所谓潘兴二型的中程的这个飞弹 但当时潘兴二型 他射程大概将近2000公里而已 那想要把这射程延伸到5000公里 所以需要花几年时间去做延改 那未来潘兴二型可能进化之后 他5000公里的中程弹道飞弹 可能会部署在关岛 那陆基型的战斧飞弹 一个当然是欧陆部分 他要反制俄罗斯的这个威胁 另外我们研判 他在譬如说未来南韩或者日本 都非常有可能部署 这种陆基型的战斧巡异飞弹 那基本上他的攻击范围就可以扩起所谓的中国大陆 除了这些飞弹之外 另外一个我刚刚谈到 他们今年非常有意思的就是说 有曾经讨论过说 要让一艘杜鲁门号的这个航母 提早退役 提早25年除役 那目的是什么 你看他们已经23兆的 提早25年除役 对对对 事实上他还可以服役25年 但是因为他这个未来几年要换 更换所谓的核燃料棒 他还有相关的做性能提升 那个预算将近快2000亿台币 没有2000亿台币 他们算一算说 我未来如果要提升我这个弹药 精准弹药的这个数量的话 我不如把这个钱拿来 2000亿拿来我全部买弹药 所以最近他们有一个说法是说 未来他可能会添购 1万枚到2万枚的各式的导弹 就用这个预算来换 那如果杜鲁门号就是提早退役的话 他的好处就是增加弹药 不过这个还要经过美国国会 因为美国国会议员有反对 因为他们认为说 还是要维持11支的航母战斗群 如果他退役的话可能只剩10支 不过美军内部评估是认为说 这样子对于吓阻或者攻击中国会更加有效 除了导弹之外 另外还有一个值得谈的就是说 无人机跟这个无人潜舰 无人机的部分我只列举一个 最近有谈到这一个XQ-58A 这样的一个他叫这个女武神 这样的无人机你看他的设计 事实上他也是逆终的无人机 看起来很像一架逆终战机 他是由一架把机改 这样的无人战机 对他们来讲 我们看到他下这个标题 外国媒体认为说 专对中国执行自杀任务 为什么这样谈 事实上有F-22为什么还有F-35 为什么还要这样的逆终无人机 就是说他跟F-22 F-35不一样 他成本很低 他这样一架基本上就三十万美金 三百万美金 就是将近不到一亿台币 他的比例值大概是多大 他差不多这个9公尺 大概我们F-16的一半 其实不小 那他这个主要他的优点就是 他使用的发动机是商用发动机 很便宜 所以他很廉价 那你传统的这个发动机 大概飞行时速要求 就五千六千那个小时以上 他只要要求五十个小时 为什么 为什么这么低 因为他可以不重复使用 也就是说可以让他当赶死队 做这个突破防围 就是说可以在用比较廉价又成本 又无人的情况之下 一个他还可以挂载这个小直径的炸药 两枚 那F-35他有一个缺点 就是说虽然逆终 但是我要进行防空制压作战的时候 我如果开启弹舱 有可能会破坏我的逆终 那这时候呢 就让他去冲单赶死队 那曾经有试验过一架F-35 带六架这样的一个 女武神的无人机 去做这个防空制压作战的一个演练 就是说这样的战机就算被侦测到 如果运气不好被侦测到 他牺牲掉也没关系 那如果运气比较好 他也没被发现的时候 他挂载的这个小直径炸药 就可以去攻击地命目标 所以就未来会有 譬如说一架F-35 可以带着这样无人机的寮机 去做一个限制的攻击 对于伤亡上面来讲 对飞观来说 他是一个比较没有风险的 一个作战的模式 另外最后补充一个就是说 还有无人潜见 也是未来的趋势 那美军最近也购买了四艘 这个叫杀人金的无人潜见 他更便宜 他也是很便宜 他13亿买四艘台币 那一艘等于差不多三亿多 那我们知道我们国造潜见 当然这第一艘原型舰比较贵 编了493亿的预算 但是我说这贵 这事实上我们海军的将领来说 这不贵 因为澳洲他们造的潜见 第一艘是1000亿 我们只有他一半价格 那但是这样的一个潜见 未来我觉得可以弥补 就是我们国造潜见 不管八艘12艘 未来有这样的一个无人潜见 当然是更好 因为这一个也有美国的军事专家认为说 这样的一个无人潜见 事实上非常适合用在台海 这个比较潜水的区域 那这样的就是说小型的无人潜见 第一个它当然上面没有像传统潜见 有几十个人上百个人 那小也不容易被侦测到 那它的这个性能不会差到哪去 虽然它小它其实基本上它不大 大概15.5公尺 那吨位只有50吨 那相较于传统像美军的核动力潜见 动辄六七千吨 然后藏着一百多公尺 很容易比较被发现被侦测到 那它的优点就是说 我这么小不会被侦测到 另外它就是说它模组化设计 它可以这个我每次的任务 它可以去扫雷 那也可以这个反潜 那可以去侦测 譬如说勤枝 那另外譬如说它也可以 甚至可以设计攜带 譬如说一到两枚的 这样一个长程的反舰飞弹 对这个水面镜进行攻击 所以未来像这样的一个无人潜见也好 无人机也好 事实上我们台湾也很希望能够获得 好我们中科院加把镜 也许未来也有这个能力 可以研发这样的一个相关的装备 那只是从这里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说 美军的确是很认真的在看待中国的威胁 那也这个有打算有计划的 在进行一项所谓的这个军武 不管是竞赛也好 要压制中国也好 就是说不是只有口头上讲讲而已 周末晚间九点进行锁定 正知道了周末版 请不吝点赞号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